只要你脊柱呢 能夠保持一個自然的肌形 你才不會歪斜 或者是造成肌肉的緊繃 跟壓迫到我們的脊柱 微鋁收 肚子收平 往前做一個捲 捲腹部 吸氣做一個翹臀 它可以改善下背痛 下背無力 大腿 肌力不足 做大腿的肌肉鍛煉 並且把骨盆調到原本的真胃上 疼痛有很多迷思 什麼叫迷思呢 老師我又沒有打擂台 為什麼我每天還是肩頸痠痛 腰痠背痛 常常鬧著 這就是 所謂的什麼叫氣 你去給中醫看的話 他們會說 你氣虛啦 或者是說你脾絲太重 脾絲的意思就是你不運動 所以你的水絲 在身體裡面沒有達到一個 輸泄 所以導致你的氣息不流暢 痠痛就容易造成 再加上我們現在都是在空調裡面 空調就是會讓一個人變成冰塊的地方 你的肌肉只要是冷 溫度低僵硬 它就會造成痠痛 所以為什麼要多運動 運動只是為了讓我們的心跳跟氣血循環加強 讓你的體表的溫度增加 熱的時候你的血流就會比較順暢 武術氣功養生我們注重的是節氣運動 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保養對應脏腑的方式 比如說夏天是養心 春天主生發是養肝 冬天是養腎 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訓練的方式 夏天 它會對應外面太陽的溫度很高 就是要冬病夏至 什麼叫冬病夏至 因為冬天很冷 我們其實是很少活動的 所以你的 身體的氣息是不流暢的 藉由外面太陽的溫度 融化你的身體 讓你的汗水跟鼠濕呢 可以在夏天裡面做一個發汗的作用 然後汗呢又為心之意 什麼叫心之意呢 其實你流的每一滴汗 都是由心臟的 Pump 出來 所以我們運動強度如果增高的時候 你的流汗量就會增加 可是運動強度增高呢 是要 漸進式 我平常呢 有在練習 從漸進式 像春夏秋冬這樣子 慢慢累積起來 讓體能 可以提升 那 現在的人呢 他有一種 吃到飽的觀念 什麼叫吃到飽 我因為我禮拜一到 禮拜天 我只有六日式休息 我一到五 沒有空 所以我趁我有空的時候呢 我把禮拜五的時間 通通累積在同一天 比如說 我 如果每天運動 我可能每天只要 走個 一公里 兩公里 三公里 四公里 肩進式就好了 但是因為我沒有時間 所以我呢 一次呢就走十公里 那會產生什麼現象呢 就叫 過度訓練 過度訓練 你東西只要是 過度使用 一定會有勞損的現象 所以運動也是需要 有 排課 我們叫做排課表 那課表呢 也會因人而異 什麼叫因人而異 我不能用 小娟老師的課表 來給你上課 因為我是從 十歲訓練到現在 你從來不運動的人 應該要依照你的體能狀況 還有你現在的身體 身體的素質來去調養他的運動的 強度 還有運動的時間 一般人呢 在運動過度之後呢 會產生的現象就是 疲乏 疲倦 美麗 體能下滑 免疫系統低下 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新冠過後 很多人的心肺功能呢 就開始減弱 腦霧啊 或者是 呼吸管道的 肺部的功能呢 都還沒有痊癒 所以你如果 在這個時候 你又給他 加強的運動 他不會有好的效果 他現在所需要的是 調養 因為調養你的體質變好之後 你才能夠接受 其他的訓練 預防中與治療 我們要教的是 教你預防 在你疾病之前的 所要的準備功夫 我怎麼知道我今天 血血不好 我怎麼知道我身體不好 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眼睛 眼睛呢是不是 像老師這樣子 炯炯有神 明亮 很有力 有的人呢 你就要 眨眼了就 一直在那邊眨眼睛 或者很疲勞 那那肝就是出了問題 不要化 口紅的話 他的嘴唇應該是有一點點粉粉的 但是不是蒼白的 蒼白的是皮胃功能出問題的 因為唇組皮 還有可以看他的舌頭 舌頭一伸出來有龜裂 那就皮絲太重了 看臉色 在不化妝素顏的情況下 在不化妝素顏的情況下 但是有點白白的 還是把你透紅的 還是慘白的啊 就是氣血循環不好 頭髮也是啊 頭髮的髮色在你沒有染髮之前 你看起來應該是要有彈性 然後烏黑亮麗 老實是因為配合造型才染頭髮 不然我還是一樣都是一頭盔髮 在我們練功的時候呢 有靜有動 在靜態武術功法裡面有一個叫站莊 你可以把腳打開與肩同寬 兩腳膝蓋微彎 所謂與肩同寬呢 就是你的腳底的擁拳穴 上來要對準你的肩頸穴 肩頸穴呢 顧名思義呢 就是你的肩膀上面有一口井水 腳底下面有個擁拳穴 擁拳穴往上噴之後 將你的泉水灌入肩頸 這樣氣還能夠達到全身 就是站莊的基本的要領 再看一次 你開左腳或右腳 都可以 腳輕輕打開 站穩地板之後 膝蓋微彎 肚子自然向內收平 收平的時候呢 這個圍鋁呢 是要往內 自然收平 從側面 你就會看到老師整個是 直直挺拔 向上撐起 如果你的屁股做一個 翹屁股的話 這邊呢 的氣呢 會被折到 就無法氣到百會 所以這裡要 往下收 有沒有站好可以看你的耳朵 耳與尖旗 就是你的耳朵如果往前的話 就表示你的身體是 頸椎是向前的 會變成有點寒胸 你要把耳朵跟肩膀 向後繞 這樣才會挺胸拔背 背直如鬆 像鬆觸一樣的挺直 站好之後 全身放鬆 氣沉丹田 丹田在我們拇指下方 下丹田處 吸氣的時候呢 我們加上 腹式呼吸 肚子像球一樣 鼓出來 吐氣的時候 自然內收 吸氣呢 你的肚子 會像一顆球一樣 向前吐氣 吐氣 往脊柱的方向內收 在我們的肚脊的中間呢 有一個叫 神缺穴 也就是我們從母體 小baby從媽媽的肚子裡面出來 要剪掉的這個脊帶 就我們的肚脊 叫神缺穴 這邊打一個結 像老師的衣服 這裡 這個位置大概就在 神缺穴的位置 他正對著我們的後方呢 就叫命門穴 生命之門 所以這兩條穴位要對齊 假如你的屁股 做了一個翹屁股的動作 這個位置呢 他就沒有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因此他的氣就無法從神缺 通到我們的命門穴 配合腹式呼吸 從側面看起來 你就會 吸氣的時候 如果你還不太會 練腹式呼吸 可以先練 橫隔膜呼吸法 橫隔膜打開 再慢慢往下移到 腹部打開 再往下沉到 肚子 往前撐 到腹式呼吸 那我們從頭接起來 兩腳與肩同寬 親閉雙眼 嘴巴閉起來之後 自然會舌頂上耳 搭雀橋 吸氣 胸口 肋骨 腹部 到丹田處 撐開之後 吐氣放鬆 眼睛半垂眼簾 就是大概開一點點 像拉窗眼一樣 拉開一條小屍袋 深吸 慢吐 在練功之前 站裝個三五分鐘做調息 做運動的準備 讓你的心情平靜下來 再來 再次吸 緩緩吐氣 接著就進入我們的動工 雙腳併攏之後呢 雙手貼著你的 大腿 往前 兩手搭在膝蓋上面 你會很像坐椅子一樣把臀部 向後拉 膝蓋對齊腳尖 雙腳併攏 雙腳併攏的時候呢 會訓練大腿的內收肌 兩手勞弓貼在膝蓋上方 做膝蓋保暖的動作 也確保你的身體呢 有像一個 膝蓋 這樣子 肚子往內收 尾骨收 這裡有一點像膝蓋 像做椅子的 椅子式這樣子 坐著 雙腳併攏 做骨盆 左右的鐘擺 左右鐘擺能夠 幫助你久坐的時候 這個臀部的肌肉呢 很少用到 大轉子呢 過緊 利用鐘擺 將你臀部的大轉子先放鬆 一邊吸吐 鐘擺一次 轉一下 可以做6到12次依照個人的能力 休息 再做左右鐘擺也可以放鬆膝蓋 外側IT band的緊繃 可以自己反覆做個3到6次 並容 夾腿 左右鐘擺穿一次 6到12下 體力調好的話 次數可以增加或阻速增加 再來 雙手還是放在膝蓋上方 我們改成 骨盆回正 有的人會骨盆前傾 有的人會骨盆後傾 但是我們希望他骨盆是在正位上面 像一個水桶一樣 正正的 支撐著我們的脊柱 只要你脊柱呢 能夠保持一個 自然的膝形 你才不會歪斜 或者是造成肌肉的 緊繃跟壓迫到我們的脊柱 骨盆回正數 吐氣做預備 一樣 微鋁收 肚子收平 往前 做一個 捲腹部 吸氣 做一個翹臀 吐氣的時候 肚子向內收平 做個骨盆回正數 吸氣翹臀 吐氣收 吸氣翹 吐氣收 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這個大腿 他同時是訓練到我們大腿的肌肉群 還有臀部的肌肉群 再往上延伸到的是腰椎跟核心 他可以改善下背痛下背無力 大腿 肌力不足 做大腿的肌肉斷裂 骨盆回正數 並且把骨盆調到原本的正位上 在做動作的時候如果你覺得心跳有點過快 你就回到站莊 調整呼吸 好 讓心跳慢慢降下來之後 再做下一個動作 接下來要做十二經絡的拍打跟扭轉 手呢 有六條經絡 腳 也有六條經絡 像我們前面 走胃經 旁邊 膽經 肝皮腎 肝皮腎三條 走內側 後面 膀胱經 所以 腳上也有六條經絡 手 也有六條經絡 但是他們 通常 一定會經過 我們的勞工穴 所以當我膝蓋 抬起來的時候 跟我的勞工穴 互相做一個打擊 十二條經絡呢 同時就被啟動了 吐氣 下岸做一個升降樁 吸氣在半馬步的時候預備 站起來的時候呢 用你的膝蓋 抬起來 用膝蓋去踢你的手中的勞工穴 吐氣 手不動 換腳 連續十二次 三 吸氣蹲 吐氣 抬腳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經絡拍打 當你做的時候呢 因為老師是需要你看到我的每一個面 所以才做旋轉 你自己做的時候你可以只要面向同一個地方就好了 當你做熟悉久了以後 也可以跟老師一樣 不管你怎麼轉 你都可以做一樣的動作做得很標準 十二經絡的拍打 中間 也可以加個升降樁 調呼吸 或者是像剛剛一樣 或是像剛剛一樣在站樁做預備 十二經絡扭轉 手 可以虛握 或者是做握護法 如果你要提氣的話呢 你就把大拇指放在裡面 做握護法 做提氣的作用 做提氣的作用 心氣比較弱的時候 就做這個手勢 手肘 下來 在膝蓋上方的凹槽呢 這個穴位叫 像鶴頂穴 像白鶴 鶴頂穴 在腳膝蓋的上緣 有個凹槽 手肘頂在這個鶴頂穴上面 做起勢預備 吸氣站起來 不同手不同腳 吐氣 旋轉你的腰部 腳尖向下 十二經絡扭轉 扭轉的時候呢 你的身體呢 會有一個交叉 對腳的 一個訓練 這個對腳呢 他會 將我們的帶脈穴 做一個扭轉 在肌肉上是訓練到我們的側腹 腹外斜肌 扭轉的同時可以帶動你的氣機往上 用手肘頂鶴頂穴是保護膝蓋 跟膝蓋保養的穴位 吸氣 吐氣的時候扭轉 吸氣蹲 吐氣扭轉 吸氣蹲 吐氣旋轉 十二經絡扭轉 不同手不同腳 抬起來 交叉 十二個完之後 就放鬆 回到站莊 吸氣 吐 深呼吸 如果你喜歡早安天堂的影片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